第一屆第八名的謝正廷 今天的自殘自上 得到的分數是十八千九 二十一分 二十二分 天 怎麼樣 第一屆的現在又站在一起 謝正廷跟徐仁傑站在一起的感覺是 你們兩個都回來了 有一起共患難的感覺 有喔 但是今天的這個 還是要記取某些教訓 老師講的都要聽喔 小胖真的給了五分啊 是不是 沒有 真的蠻感動 沒有...讓你講話 我只有說那個... 讓我再講兩句就好 謝正廷 你們 尤其是仁傑跟你們 你們都是一般的 一般真的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開始 所以你們其實有更大的責任在等著你們 加油 謝正廷 歡迎回來 耶 上了一個很機車的第三者 然後大家才發現 不單是歌唱得不錯 不單是... 希望以後如果有機會來自彈之唱的話 可以有比較有水準 那我也會去做這一方面的調整 對 接下來這位呢 他是第五屆的第十九名 那麼其實在後來的表演 他有回來幫忙演一個 很機車的第三者 然後大家才發現 他不單是歌唱得不錯 然後連戲都這麼... 賤 一起來歡迎 顧孟傑 顧孟傑跟大家報告一下 離開星光大道之後的生活的 主要重心在做什麼 在夜市賣東西 夜市人生啊 恰恰 是要嗎 因為那個 比完菜之後 就當然還是有做一些助唱的表演 但是 媽媽還是希望出去幫忙嘛 那就在夜市賣東西 媽媽的攤子是賣什麼的 就賣一些襪子啊 飾品啊 沒有東西小東西 所以你幫忙賣這些東西 對 那有沒有人認出你說 欸 你不是星光大道的那個 有 有啦 有被馬來西亞的朋友認出來過 唉唷 不得了都不認識 謝謝 謝謝 那然後呢 那有沒有放棄 還是覺得說 你知道 還是很想唱歌 其實 其實 因為 放棄也倒是不會耶 因為 如果把自己逼那麼緊去唱歌的話 反正唱得更不舒服 因為唱歌本來就是很開心的事情嘛 對 所以今天你選唱的歌曲是 而且帶來是一樣 是一首粵語歌曲是 Beyond的海闊 光輝歲月 因為第一次是上海闊的天空 好 我們掌聲歡迎 古孟傑的光輝歲月 我們一致大家都還滿喜歡 推崇古孟傑的聲音 他的聲音非常的有生命力 然後有特色 我覺得古孟傑他今天其實唱法的 他一直想要改變 可是呢 我覺得你放出來唱的都唱得很好 可是你收進去的音都會跑低 古孟傑現在除了駐唱工作外 就是到夜市裡幫毛媽媽做生意 大姐有沒有興趣 很可愛吧 很適合拿來裝你們家小孩子的玩具衣服 很方便喔 然後李仁哥的那個防汗易弱絲啊 重啊 你可以放這裡面 防水的 還有五條送一條 對六條就是一百塊 那個一百 在忙碌的工作之餘 古孟傑也積極的在鍛鍊身體 拳擊的時間其實跟唱歌很像 當你要把一首歌表現好的時候 你只有兩分鐘三分鐘 拳擊比賽也是一樣 一回合只有兩分鐘三分鐘 那你要怎麼樣 在這兩分鐘之內 讓你的歌曲表現得好 其實就是跟肺活量很大的關係 那這也是我練拳擊最重要的目的 這一次還有機會再回去 看別人怎麼樣的去學習別人優點 我準備好了 我也可以用盡全力 好好表演張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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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古孟傑的演唱 馬上有請建妮老師講評 我覺得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你的高音的部分 大概是一個 比較你不常去跟他的一個狀態 所以今天的高音 其實比較弱一點啦 另外一個是就是說 樂性 就是說 其實你的聲音很適合唱Rock 你完全就是一個Rock song 可是我想可能因為太忙於 在夜市工作或幫忙 我不知道說 你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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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你是應該是不是應該去組個團 或是說真的在業餘的時間之內去 去做一些音樂上面的一些進修 我覺得你有這麼好的一個賞音 如果你再有更好的作品 或者是說其他的 比較完整的一些音樂的歷練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台灣樂團 其實需要這樣的聲音耶 謝謝老師 謝謝 古孟傑好像說為了唱歌還戒煙是不是 我去開刀了 今天也開刀 開刀 就是聲帶 長戒 對 那結果後來有沒有比如說 要休息幾個月都不能講話還是怎麼樣 其實是最少要休息三個月到半年嘛 但是因為還是有工作 所以可能就休息的沒有那麼長 對 所以其實他高音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來看看古孟傑能不能回到星光舞台 請評審按燈 古孟傑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15 16 17 17分 是不是請小巫老師給他一些批評指教 你的嗓子在我聽起來比去年我聽到的時候更疲憊 不知道是因為你在夜市要叫喊還是說 好像也是有在駐唱是不是 對 還是有在駐唱 所以其實老師真的聽出來是滿累的這個聲音 要疲憊 對 我覺得辛苦啦 因為其實有時候從星光大的離開 他們還是要生活嘛 那所以有的是不斷的駐唱 或是像老師剛剛講 夜市也要叫賣 一直不斷的用聲音 因為叫很少會去用到丹田啦 有時候就扯嗓子一直叫 所以可能會破壞 多少會破壞一些聲帶的這個 他可以控制的肌肉 所以古孟傑不好意思呢 不會 不會 其實能回來 因為我就說 不管再差都有二十四名吧 都有二十四強 再差都是二十四強 對 古孟傑的社會經驗非常豐富 所以他整個人生觀很豁達 在這邊我們再次掌聲謝謝他 謝謝 再一次在這裡對這二十四位選手 表達我的敬意跟謝意 謝謝你們 你們能回來 我覺得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那麼接下來這一位呢 我們可以說他是 轉音小天后 第四屆的第四名 康真亭